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不少的基层市民都居住在木屋区 而木屋的结构主要是由木搭建 一旦发生火灾的话 火势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木屋区的居民于是就组成防火狗策队 在消防员未到火场之前 帮忙阻止火势蔓延 不过他们的灭火设备相对简陋 而经费也主要是来自民间的捐款 根据政府新闻署的估计 全港狗新界的母区大约有500个 不过好像屯门、钻石山 这样的防火斗策队 现时只有141队 第一支防火斗策队 在1978年2月 在沙基湾浅水码头村成立 当时就由防火运动宣传委员会 参考日本的论社防火计划来组成 其后就透过这个民政署 在同年就相计成立了26队 到80年就增加到50队 不过一直到现在 财政的开支就完全是由宣传委员会负责 防火斗策队这方面 应该是下意识来说的挺好的 因为有一帮积极的人士、村民 是合力组织成的 但是问题上就是他们的配备方面 比较上就是简陋 例如一条村有成万人的 他们得到的设备是什么呢 就是一支气劑的灭火筒 和四支水劑的几个铜锣 这样试问声 这几个灭火筒 是这样喷一会儿 可不可以破旧得到呢 因为整间屋、木屋的结构 就是木来的,移物体来的 我相信几个灭火筒不识以后就够 当有火警发生的时候 就协助我们消防事务署 就尽早保护火警 就帮助居民去疏散 所以原则上我们对他的要求 就是做到这一方面的 如果说当有火警发生的时候 如果是超乎一个灭火筒 可以处理的环境 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要求他 再做多一点什么 所以我们自己都添置了很多猴 是大家拿钱出来买的 还是有人资助你们的 这笔经费就为队营拿出来 就和这些重商解放的陆座 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么多钱 来买这么多猴 我记得在这个木屋区 初初曾经起火的时间 如果你说靠灭火筒 或者那些砂桶 根本对这个起火牵制它的作用 完全起不到一个牵制作用 这些街坊六座已经成四五万元了 就能队员又都是建造环境 但是它也七万元 而这个添置这个筹备这个款项 政府就没有这个大力支持 房屋处就已经成立了一个叫做 母屋区环境改善小组 那是不是你认为这个小组 可以在这方面做多一点功夫呢 如果他们真的关心母屋区的存在的话 就应该是可以做到一些功夫的 就是它应该要最基本上做起就是 就是提反过来 就是一些管理 如果你成立了管理的话 就很容易就是各方面配合得到